在杭州,参加世界顶级羽毛球冠军的球迷界面会是有什么体验? 很幸运地收到一条短信,告诉我在77.6元中被选中,获得了5个球迷界面会的资格。 作为一名羽毛球爱好者,能和羽谭明将面对面,我表示很开心。 为此我还带上自己的球拍,希望可以让冠军签名。 同时我也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表达谢意。 官方给我们准备了铁键衫,然后我自己带了羽毛球咖,还给洛杨带了份小小的礼物。 稍微等了几分钟,冠军和赞助商的互动结束之后,签名就开始了。 收获了一份兔签和一件签名T恤衫,一张合影。 但是因为品牌方要求只能签李宁的品牌,所以我带过去的维克多球牌就不能签了。 这次参加球迷界面会的冠军运动员是来自淡麦的男双选手阿斯托鲁普和拉斯姆森。 在羽毛球这项运动中,欧洲面孔并不多见,整体来看还是亚洲面孔最多。 所以难得看到的欧洲面孔都是冠军级别的,比如丹麦的这两位男双,还有出战的马林、安赛龙等等。 为什么羽毛球高手大多在亚洲呢? 因为论身体素质,亚洲人并不占优势。 像篮球、田径这样靠身体素质吃饭的运动,亚洲冠军并不多见。 但是像羽毛球、乒乓球这类运动,在亚洲却是如鱼得水,主要是因为这项运动更需要技巧性和战术性。 羽毛球在我们国家普及度也非常的高,世界冠军也是层出不穷。 对于羽毛球爱好者来说,能与世界冠军近距离接触,能在家门口就欣赏到世界级的羽毛球比赛,真是莫大的福利。 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见到更多的羽毛球冠军们。